国立中兴大学是全台历史最悠久的百年学府 一路走来始终勇宜承担 善尽大学的使命与责任 让理想成真 让改变看得见 台中农民总医院非常荣幸能够成为中兴大学医学院后医学系的主要教学医院 希望能够在教育更多的医学生们守护大中部地区国人的健康 中兴大学学士后医学系设有公费生 一来我们可以让他们到天乡地方服务 另外也可以听我们中部地区医疗人员比较缺乏的问题 来达到区域医疗人员平衡 大学监护着人才养成 学术研究以及扶植产业的责任 我们明白在地产业对专业人才的需求 因此在企业的回馈支持下 在校内新建智慧机械技术研发中心 为国内培育更多优秀的智慧机械人才 中兴大学很高兴 能够得到科技部的AI专任计划的一个全国最高额度鼓注 那未来我们也希望我们在学校这边所开发的这些 AI的技术以及无人载技术的技术 能够带领台湾成为亚洲地区的智慧农业的领先国 中兴大学在执行教育部高教生根计划 在落实教学创新发展学校特色 提升高教公共性 善尽社会责任 还有国际重点领域五大方向表现卓越 此外中兴大学还执行了三个农生领域相关的特色研究中心 获得教育部每年4.3亿的鼓注 全国第五 配合2030双蚁国家政策 目前已有工学院与生科院加入 大专校院学生双蚁化学习计划 让新大成为应议国际工程与生物科技人才的重镇 新大秉持以人为本的智效理念 从务实的基础出发 投入支援 重建国际兽医防疫人才培训中心 既兽医教学医院 并着手南入口 宿舍勤 地下污水管等工程的 新建与改造 整修完工的立川 打破了校园与社区的边界 让校园变身为花园 清水的景观环境 也更贴近学生与居民的需求 这栋坐落于中心湖畔 以博物館概念打造的校使馆 统筹学校文化资产的典藏 研究与展示 同时也展现新大的活力与荣耀 新大与农委会临市所合作推动 国家植物园方舟第二期计划 设置新大方舟植物园 共同推动台湾植物保种收集 保益与教育工作 配合国家地方政策及校务发展需要 以成功争取南投中心新村土地及房舍 规划为中心大学南投校区 那么2050年静龄转型是全世界的目标 也是台湾的目标 那么循环经济研究学院的设立 就是为了培育更多全方位的静龄的人才 一起来加速过时静龄转型 那么中心大学是台湾第一所成立循环经济研究学院的大学 我相信透过中心大学成立循环经济学院 在结合产业界共同投入资源技术 共同来打造静龄碳排的国家队 会是我们产学合作的最佳点赞 尤其在第一席里面 所要建议的这些研究单位 其实就代表了台湾在下一个世代 最重要的产业跟科技的需求 所以这里我们一定全力来投资 跟我们的产业就一起来合作 让我们这个大学成变成台湾 在下一个世代 培育人才最重要的地方 下一步核定中心大学成立 全国唯一的新闻经济研究学院 也是国家重点领域的研究学院 这是私联企业与国立大学 联合办理研究学院的典范 今年新大将迎来103周年纪念 展乱未来 新大将以百年生根的成果为基础 持续发挥优势特色与竞争力 让星光永续